What the hell's wrong with me? I don't get along with anybody, honestly. I've been living in my own head constantly, thoughts jumbled around. You are watching TOYS TV. I don't wanna get lost in the sedative, gotta show them what I got. Bracer,我不敢說,為什麼呢? 因為他開得太多坑,他還未補完,甚至我看完電影版,還未補完坑,他開了很多坑 他也很棒,沒再說,真是雜思廣益 我印象中,到目前為止,還未被人揭穿超人身份的鹹蛋超人 是不是只有Bracer? 左飛好像不是,左飛好像很左 我不當有人間看,左飛就 不當有人間看 超人之父算不算? 當然不算 他是聖誕老人 雖然他都變,有試過變人間看的 有試過變人間看的 又是幾十秒被人上身那隻 但是真是說,用主角的身份,而未被人揭穿的 應該真的只有Bracer 應該是第一個 這是其中一個坑,究竟Bracer在哪裏有未補完 你之前會說,就算他不是M78,可能他在哪裏 可能是NEO,他會有另一個聲音 文字上有感覺 但是Bracer,為什麼會接觸到呢? 接觸了之後怎樣呢? 他有很多坑在那裏 他所有的動作和傳統的超人是不同的 他很乖 他為了略太角色的拜神方式 為什麼要打太拳呢? 就是不解釋 他那個叫,那個敲聲 為什麼他會這樣喊呢? 究竟他是語言還是溝通 還是原住民的一種儀式? 文字上有介紹過的 沒有記錯,就純粹說他都是超古代生物 但是就,不知道是 不是NEO的那種聲系 純粹就真的只是 巧合得這麼巧,追怪獸 追怪獸就上身那一隻 但是,剛才說了 很多謎團都未接 為什麼我要來保護地球呢? 這些老人完全未知 這些是導演手法來的嗎? 導演 就是佈局在那裏 但是他佈了太多 很像阿忠哥填不上 而且他又是 不好意思,我又差遠一點 Yutalaman art 是不是M78星雲的? 不是 也不是 Blazer就一定不是 握我就沒有特別留意 雖然我已經看了第一集 OK OK 就是第一集 那就是說 其實那個 是不是導演手法來的? 專程的佈局出來 通常你優勢大人做 其實不關導演的事 因為是編劇 編劇 編劇 因為導演是不可以改的 很執行的 意思就是 劇本是否專程佈多一些佈局出來 原儀式 開頭我開了很多 叫做開坑 開了很多坑 你最後怎樣填回它 填得完 你就很聰明 串得好是好 他留下的孔子 可能會串到其他故事 其他超人 有機會 看看這個超人 觀眾是否接受 這個也是 接受 我就不斷開 把線 扒上去 暫時 我當然是希望 Blazer會繼續有電影版 會繼續補完 但是暫時我知道 好像沒有什麼消息 沒有什麼聲音 會補完它 這些媒體 有新的超人 都怎樣去扔回 舊的超人 是每一套 鹹蛋超人 我覺得是吸引的地方 等於易家和特利家 其實他就是30周年 我就找一個去串 都是三千年沉睡的超人 然後再醒醒 顏色都差不多 大家打算佳瓦 那樣 對 我不要胡亂說佳瓦 那個演員真是慘 不是 直接完了 到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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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沒有了 我了 很抱歉 很抱歉 握 不過導演說過 我又不敢說 因為說過 我就怕觀眾想起 smile smile 那個 大哥 真的 我想大家有看玩具TV 我不是罵了一次 整個Trigger系列 我覺得 故事 角色 甚至 正所謂的 歹角 編排 沒有問題 最大問題是主角 sm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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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全 風馬牛不相及之餘 將整套東西拉低 硬跳下去 如果 聽到麥杜說 其實麥杜跟得很鐵炮 其實現在一路數下來了 這麼多的ultraman 你印象或者叫做你最喜歡的 我們先說年代 真的超和 還是平成 還是現在 另外的新世代 你會比較喜歡哪一個階段的系列 如果這樣分 純粹是敢情分 因為初代和阿香 是不可以抹殺的 因為他們啟蒙了我們 進入這個ultraman的世界 原組高大 其實中間 例如八零的那些 我對他沒有很大的感覺 一直 後面去到cosmos 開始變了 甚至乎 其實是銀河開始 銀河我是很喜歡 尤其是男主角 就是經常戴著帽子 戴著帽子 有些音樂聲音 出場 我覺得他很 奧布 很浪人 奧布 奧布 然後銀河和奧布 我也是很喜歡的 而且他們兩個開始 那個燈是不同了 完全是玩新的東西 亦都開始變成人仔 買一個公仔 變成人仔 我經常說 麥道說 那個變了 你真的從奧布開始看電影 或者銀河開始看電影 我看的是彩色電視 那個超人的設計 五顏六色 以前是銀色和紅色 紅色 其量給多一個藍色 多一些藍色 藍色都沒有 超和系列都沒有 因為整個紅色 要是銀色加紅色邊 要是少一點銀色 果然是M78聲音的人 這樣而已 現在 你家裏部電視機的解像度低一點 你都看不清楚 這也是一個在外形上的變動 當然你說那些外形又牽涉到玩具 是的 這個一定 現在大家都知道 現在是賣玩具 所有角色設計 是的 為了玩具生產 影響故事 不過 今次的藍色 相對又真是 一來又少變身 二來亦都少道具 這件事對於Bandard 或者生產商 或者玩具商來說 挺麻煩的 只是未知 不知道 不知道究竟 他連Final Form都出賣了 對不起 他那個後面那個 液 他最初就有日月形態 日月形態 最後來有個叫Galaxy Armor 這個已經叫做Final Form 已經爆出來了 所以 這次真的少了 但是他的造型 我是覺得 他是 新和舊合在一起 對 一開始其實大家都已經有一個感覺 咦 超和身 超和身 令和頭 對 OK的 我買的 不過他套鴿我不買 你不買他的鴿 但你真的會買他套鴿 是 連冰巡就不要買 你買就行了 這個也沒辦法 那句 麥道 大家也是 Brian 我們喜歡看這個鹹蛋超人 原因何在呢 為什麼我們會喜歡看Ultraman 除了有那個力量 我們可以變身 對抗外星人 為什麼我們會沉迷看一套這麼有趣 而世界觀越變越大的一個 一個 一個作品 一個作品 我想最早的超人 就是剛才我講的父子關係 一個是主 一個是依賴 但反過來 被依賴的一個 其實他也是要靠依賴那個 給他能量 即是他一個很父子的關係 父親靠著兒子的出現 他要很努力去把自己變得強大 而反過來 兒子也很盼望 父親一路照顧他 也有個父母在看著他成長 有些基本 對 我覺得這個是以往 在鹹蛋超人 那個開心的地方 當時我們看的是新文仔 其實每個新文仔 心裏都有一個很完美的爸爸 或者媽媽的形象 有一個形象 而現實中 有時候未必是這麼完美的 但在劇裏裏面 追求到這件事 因為你的信心和盼望 就是在那一刻 就可以貼上去 因為現實生活裏面 可能有很多失望 反過來還會打 你還會打 你還要走 但超人不是 超人可以幫我 成就我很多願望 但那都是對的願望 我覺得這個觀念 對我們那一代人是挺好的 尤其是向上 和日本當時經濟發展 都是一樣的 向上 正直一點 和有盼望 當然到現代的超人 我覺得他又配合現在的世界界 和一個價值觀 我覺得和我有些脫節 我不太明白 這可能是問你們現在看的朋友 我跟班人說話 抱歉 班人說話之後 他覺得很正面 我單純就是破壞城市 這個我也是長大才想到 小時候都是看破壞的 然後他整個撞下去 很傻 哇 很棒 等於看歌詩拉 你喜歡看什麼 就是破壞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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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孩子你不會想 那一屋可能是我住的 不會想的 不會想的 我自己覺得 譬如說 最早期的那些 最簡單 我住的地方 有人來侵略 我自己不夠打 我自己不夠打 希望有一個人不夠打 從外太空來幫我打 打走了他 然後我沒事 我都是一個這樣 舊一點的 全部都是這樣 但是現在 我們再想回這一類型的事情 我剛才說 我們套用現在的世界觀 去看 其實想另一件事 我現在住這個城市 是有其他怪獸 然後有其他的外星人 在我住的地方打仗 但是 這屋壞了是誰的 是我住的那裡 是不是巴魯坦星人 不是巴魯坦星人 是不是吉田 不是吉田 不是M718星雲 是我們住的東京 他們不會想這一樣 現在就會開始探討 究竟這些是什麼戰爭 為什麼你們兩個不在外太空打 比如巴魯坦星人 以及M718星雲的光之巨人 為什麼你們不在外太空打 要在地球打 所以New Generation的戰場 就全部移屍回M718星雲 但是到現在 你看Arc 你都要回來 不知哪個平衡宇宙的地球 因為要滿足脈道V的公眾 就是踩到城市 之前都有拍過銀河戰爭 就是M718星雲打 其實銀河戰爭這套東西 是極品 真的一定要追 在近代來說 我想特別是這個series 不是拍給小朋友看的 還有劇本很完整 到現在還未完 我還在等著這個 其實那個什麼龍 什麼拳 銀河 再生出來的 什麼拳 什麼拳 什麼龍和什麼虎 Legalis Legalis 這個 真的有很多父母禁止 所以不是給小朋友看 紋身 左青龍又白虎 真是左青龍又白虎 真是左青龍又白虎 是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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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認證給你的 完全是Leo和 就是奇倫碑 就是奇倫碑 麥道說就是奇倫碑 很爽 很爽 現在你去看 我們撇除那個故事 撇除那個故事 不說 我們只是說那些特色 或者那些特效 你怎樣可以拍到一個巨人 但是他一個人這麼大的 皮套演員 但我要拍到他是一個巨人 而我還要突破了 你不可以看到余思 還有很多很細微的東西 比如剛才我們和麥道 我之前都說 怎樣一個50噸的超人 踩到地上 是 你給我什麼效果 你不要再是吉田的東西 就下來 現在不行 真實化 所以他很多人在下面 就拿著這些稅子 全部都撇到 最精彩的 真的要看回 例如剛才說 超人落地 怪獸落地 他拿那個分鏡和角度 近這五年的鹹蛋超人 是拍得很好的 你怎樣在怪獸和超人的角力 你在它下面 用人的角度看上去 又或者我當是I-level 你這隻怪獸或者人撞下來 然後他隨便找另一個鏡頭 就是大廈或者車 彈起 那些塵彈起 蒙面超人看不到 因為他不可以 始終是等身大 剛才麥道說 第一次彈碎石上來 第一套開始 這個視覺效果 就是佳瓦 佳瓦 第一個就是 噗 它真的 很重 給了那種重量感 真的50噸這樣摘下來 但是自此之後 後面拍的那些 就很大件事 你怎樣再建基在這個真實性上 再要找更真實性 他們現在在玩 在大廈裏面看出去 是的 現在很漂亮 大廈裏面的模型 還有人走 他還要特地不找人 扮CG 真的整個景在那裡 在那裡看出去 是的 我有幾個印象 譬如之前 E7C 好看 其中有一個 當時很厲害 就是 後面超人和怪獸在打 前面當然有模型的停車場 就是有一個停車場 然後有幾個人走過鏡 拿著相機拍照 基本上是三樣東西 第一 後面兩個巨人在打 一個畫面 模型 有一個畫面 那三個真人 有一個畫面 把這三樣搭在一起 麥道一定知道 做了特效 那就騙到大家 如果你只是模型 只是模型 只是模型 但我加一些真實性給你 還有一個CG 你加上 我都很胖 就是騙你 但是 如果剛才麥道德哥有看過 Bryan沒看 Outrising 最新的一集 我挺提議 這個挺提議 如果從麥道欣賞的角度 看一些特效 你怎樣看它有一個鏡頭 即是直落 在幾層樓上 是 一路上 一路上 就是這個 幾層樓 幾層樓上去 一定要看這個 而且我挺喜歡 為什麼我說的感覺不錯呢 它的叫聲 走的飛行聲 很輕鬆 是 很輕鬆 我非常喜歡 所以你又可以找一些情懷 是 但你又看到一些新的東西 是哪裏看的 又是Netflix 不是 用你的方法 香港有做的 是 ViuTV ViuTV 即是配了音 如果不是的話 其實原谷的YouTube頻道也有 是 同步 那要看看 剛才聽你說的那些拍攝手法 是多興趣 是新了很多 的確我們 為什麼 我看了五十年 就是我看著它 一路一路 成熟 變化 即它不再是五十年那種拍法 也不是五十年那種演繹方法 它不斷地變 而且我經常都說 為什麼每一代的小朋友 都喜歡食物當勞 是不是 其實 反過來 現在大陸 對這個 奧特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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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厲害 很難的 公行到買那些卡 幾百元幾百元一盒 那些媽媽不斷 一兩盒買給他 買完拆完 就拿一張 那些就不要了 最貴就是那張 連產幾百億 那裡 你想想一個IP 可以做到這麼成功 它一定有它 一個成功的地方 一定要借鏡 一定要學 為什麼我們的IP 做不到出來呢 先不要說文化不同 不是我們做不到的 可能我們現在還沒有一個好系統的概念 去做這件事 但是這件事 我先排開 先排開 我是不是喜歡 沒錯 但是我覺得 這個IP 這樣的事業 我們應該學習 是 是 50年 你還可以這麼欠 我同意 我之前在這些地方 都跟別人分享過 就是教育界的 其實我相信是15至20年之內 中國有自己的自主IP 會出現 可能到你那條 可能是 中國超人 到你中國就可以做博士 德哥就可以做 是啊 立刻又自剪一刻 我不希望我是那個變身的英雄 我希望是旁邊那個 我就被拯救那個家庭的爸爸 我也是出去做國步 你真的說到停不了口 我們希望可以 接著你又要回去 國內那邊公幹 等你什麼時候回來的時候 又要抓你上來 好啊 那就繼續再講一下 我們還有很多 例如蒙面超人 就明白了 高達也知道了 高達也知道了 最重要的是 回來的時候 可能已經有新消息 告訴他 我有新項目 好啊 好啊 再次麻煩麥耀權導演 謝謝麥導 非常愉快 記得 喜歡特色的朋友 還有我們接下來還有很多不同類型的分享 有機會再和大家見 好 拜拜 我是Jong Chun Karei You are watching Toys TV 我會殺了Dina